亲爱的弟兄姐妹 观众朋友平安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 马太福音圣经讲座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42讲 赶鬼事件 我们要一起攻读的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12章22到37节 那我们一起攻读上帝的话语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 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众人都惊奇说 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 这个人敢鬼 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普啊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 若撒旦赶足撒旦 就是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 我若靠着别西普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 又靠着谁呢 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临到你们了 能怎能进壮士家里 抢夺他的家具呢 除非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 就是分散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 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犯人止的 还可得赦免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 今世来世 总不得赦免 你们或以为述好 果子也好 树坏 果子也坏 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毒蛇的种类 你们既是恶人 怎么说出好话来呢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共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 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 定你有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听到 赶鬼的这件事 我们的心里面 难免会有点怕怕的 恐惧的 好像这是 很不好处理的事情 赶鬼 如果没有赶好 鬼会不会攻击我 会不会骚扰我 很麻烦的 有时候我们又受了这个时代 很多鬼电影啊 鬼小说啊 鬼电视的影响 以为啊 鬼是厉鬼 很厉害的 很凶的 一下这里 一下那里 你无法逗他的 然后我们看到别的宗教的那些 的那些 故事 或者是拍的电影 好像要多少年到航 要怎么样 小心 这里面也有很多上帝的欺骗 其实有时候 我用开玩笑的话讲 其实也是圣经 很真理的话 真正的鬼故事在哪里啊 真正的鬼故事不是在电影啊 不是小说啊 不是电视啊 里面那些拍的影集啊 真正的鬼故事是这本圣经啊 你说牧师 这本圣经讲鬼故事哦 有啊 格拉森那一段不就是标准的鬼故事吗 可是你看那一段你会怕吗 约伯记也是鬼故事耶 约伯记我们看到 撒旦邪灵 对上帝的 忠心的仆人 约伯的攻击 诶 鬼故事耶 鬼的搅牢耶 鬼好像也有一定的能力 在上帝主权的一个当中 好像鬼也对约伯做出攻击耶 亚当夏娃犯罪的故事 也是鬼故事耶 因为那条蛇是撒旦 来引诱他 神启示真说 我们看到没有 圣经里面 所记载的 当然都是神的话 神是说书人 也讲到鬼怎么样子的试探 诱惑 耶稣被试探 鬼故事耶 那个邪灵 撒旦来 来诱惑耶稣 你饿了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啊 你跳下来天使接住啊 你若拜我把龙华富贵给你啊 真正的鬼故事在圣经哦 可是我们看的不会怕 因为鬼已经在上帝的权柄当中 已经被限制的了 可是我们看外面的那些鬼电影鬼小说 我们害怕的不得了 晚上睡觉还不敢关灯 枕头下面还塞两本圣经三条 十字架项链 可见在那个当中会受到惊劳的 当然我们要知道 但圣经里面有清楚的教导 原来赶鬼是每一个基督徒有的权柄 我在说赶鬼是每一个基督徒有的权柄 它不是恩赐的问题 讲道是恩赐 音乐是恩赐 关怀探访这些是恩赐 可是赶鬼是上帝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权柄 因为我们里面比外面大 所以我们可以赶鬼 但这里我也解释一下 圣经中的鬼 跟我们华人民间宗教的鬼不一样 华人民间宗教说 人死没人祭拜 便孤魂也鬼 可是这是恶者在我们文化里面的欺骗 因为人死了还是人 叫死人 怎么会变鬼呢 各从其类 人永远是人 活着是人 死了也是人 是等候上帝审判的死人 而圣经中的鬼怎么来的 是堕落的天使 他原本是天使的等级 但是他心里僭越想要与神同等 于是堕落 成为所谓的邪灵污鬼 你们要知道堕落有两种 一种是情欲的堕落 向下的堕落 向天使的堕落 他是向上的堕落 他不守住自己的本位 他是受造灵界的天使 但他不守本位 居然要与神同等 向上的堕落 来想要当神 所以我们看到堕落的天使 邪灵 也好像一些其他的宗教 他也所谓的 这个道德的 讲到这个 好像但是呢 却是假扮的欺骗 所以我们对鬼也有一个 信仰中准确的认识 他是堕落的天使 不是人死为鬼 也不是我们聊灾里面想的 什么动物啊 这个狐狸精啊 然后修道啊 这个成仙啊 成精啊 化成人形啊 那个都是杜撰的 如果相信 就被恶者欺骗 人永远是人 死了也是人 是等候审判的死人 将来在天上 与主同作王还是人 就算有人不信主 在阴间地狱 他还是人 邪灵就是邪灵 就是那乌鬼 但基督徒 是神给我们权柄 有赶鬼的权柄 里面的比外面大的啊 在22节到23节 讲到第一大段 耶稣赶鬼 经文说 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 又瞎又哑的人 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就医治他 我们看到没有 有时候鬼附的人 看到他的瞎跟哑 我们以为就只是可能疾病嘛 可是圣经我们却看到 这个人是被鬼附着的结果 主医治他 甚至那瞎 哑巴就能说话 又能看见 这里面不是说 这是眼瞎鬼 哑巴鬼的作为 所以呢 这个人就瞎 今天我还听到一些 教会里 我觉得是比较不合 真理的一种说法 有人啊 这个人啊 为什么会沉迷在电动啊 沉迷在手机啊 所以我们凤族的名 把这个手机鬼 这个电动鬼赶走啊 动漫鬼 天天在看动漫啊 漫画的 把这个鬼赶出去 有时候我们又误会了 我们的确 圣经中 看到鬼的脚脑 鬼的腹身 是有的 我们也可以赶鬼 可是啊 那个鬼啊 不是说 这个人是 这个鬼啊 就是专门管手机的鬼 所以天天滑手机啊 所以要把手机鬼赶走啊 不是的 这个是电动鬼啊 漫画鬼啊 色鬼啊 酒鬼啊 小气鬼啊 好像那个鬼就是小气啊 被他附上就变小气了 这个人色咪咪的 因为他被色鬼附身啊 我们总是以为 把那个鬼赶出去 人就好了 反而帮 这个是错误的一种解经 好像帮那个人脱身 原来这个人是无辜的 这个人被鬼赴啊 是因为那个小气鬼 这个人被鬼赴啊 是那个贪财鬼 这个人被鬼赴啊 是天天 他打电动 电动漫鬼 不是 人的责任就是人的责任 鬼的附身 可以会产生一些做 产生一些不自然的啊 不就是这个好像 疾病的问题 但不要把责任都 对在 鬼 而在于这个人 这个人要认罪悔改 不是把那个鬼赶出去 这个人就好了 不然那个鬼出去 打扫干净了 圣经别的地方 讲到带出 更厉害的 七个鬼过来 好 所以我们对 所谓的赶鬼的事情 还有为什么会复生 好 我们要有一个了解 基督徒是被圣灵充满 看到没有 圣灵充满 跟鬼赴 复生 被鬼复生 不一样的 被鬼复生 是失去了自己的 这个 这个意 这个清楚的意识 意识的 可是圣灵充满 我知道神在我 在带领的我 我知道我有心 清楚的心思意念 这是不一样的 当时耶稣看到 这个人就医治他 他就完全恢复正常 能说话 能看见 当耶稣赶鬼 这表示上帝恩典的灵道 然后呢 当时人就说 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是的 他们所应许的 这位弥赛亚 因着耶稣 这个赶鬼的事件 再次证明出来 所以当时的百姓 非常的惊讶 因为在静默时期 两约之间的四百年 没有任何的神迹奇事了 没有任何一病赶鬼的事了 就算有 也只是一样话葫芦 没有任何的作为 而当耶稣把这个乌鬼赶走了 这个人好了 他们在那里惊讶 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其实心里面知道 弥赶亚来了 弥赶亚来了 可是不能直接讲 因为当时是亡国的一个状态 是罗马帝国的时代 当百姓这么说 在当时的圣殿里面的祭司 文士 法利赛人听到了 所以在第二段24节 我们看到他们就拿话 来毁谤耶稣 好像我们今天常讲的说八卦 来攻击耶稣一样 讲那些莫须有的是非 这些法利赛人听到了 就说这个能赶鬼啊 是靠着鬼王别西普赶鬼啊 可见他们心里面成见之深啊 他们又不能否定 耶稣赶鬼的事实 因为这个又瞎又哑的人 他们也知道啊 但今天好了 诉说神的荣耀了 可是他们居然用另外一个极端的方式 他赶鬼是赶鬼 但他是靠着鬼王别西普 这是多大的重伤啊 这也是当时法利赛人 好像可以唯一在成见当中 合理化耶稣赶鬼的一个证明 但也成为控告耶稣的罪名 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明确的 当时众多的百姓都看到了成为见证人 他们无法去否定这个事情 对法利赛人来讲 要么就承认耶稣是弥赛亚 但他们怎么样也不愿意 只好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诋毁他 他是靠鬼王别西普来赶鬼的 什么是别西普 别西普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是在宇格伦这个地方的苍蝇神 的巴利西普 在那个时代有人在拜苍蝇神的 很怪 那这个犹太人把这个苍蝇王 苍蝇神 这个巴利 你看旧约有巴利的崇拜嘛 别西普 把这个因啊稍微改了一下 就称为鬼王 鬼王 这个鬼王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奋堆之王 因为苍蝇常常在粪堆上面飞来飞去 粪堆之王 也叫房子之王 因为鬼附在人的身上 好像把这个人当房子一样 霸占了人的身体 好像成为他的屋子来做这个掌控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看到当时法利赛人的言行 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 但也不能违反他们所亲眼看见的 百姓看见的事实 但他们失去了理性 他们的嫉妒 他们的偏见 居然指控耶稣是鬼王 靠鬼王别西普赶鬼 而这群人不就是带领百姓 敬畏上帝的宗教人士吗 他们都是宗教领袖 未经查证 完全不冷静的 完全不理性的来控告耶稣 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要小心 我们的言语行为举止 会不会不小心就像这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 对人莫须有的指控呢 到第三大段 我们看到25到37节 耶稣驳斥斥这些人的控告 耶稣面对这严厉的指责 耶稣就对他们说 耶稣没有马上说 你们乱说 我要如何如何 耶稣其实也在对百姓的教导 耶稣讲了这个例子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 其实这句话对犹太人是好深的感受啊 犹大王国 犹太人不都是神的选民吗 但怎么会分裂南北两国之后 相继的王国呢 一国自相纷争啊 明明是上帝的选民 居然亡国啊 成为荒场 被外国一帮统治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 今天这群宗教领袖 没有好好的带领百姓 敬拜上帝 却以莫须有罪名 恶意的指控耶稣 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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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站立得住呢 如何要带领百姓来敬拜真神呢 若撒旦赶足 撒旦就是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能站立住呢 所以到后面 耶稣再继续讲 说他们的指控 说耶稣靠着鬼王别西普赶鬼 耶稣说撒旦赶撒旦 有这种事吗 自己人打自己人 是理论上 鬼王别西普 大鬼赶小鬼合理啊 大鬼来的小鬼就跑啊 合理啊 可是大鬼赶小鬼 撒旦赶撒旦 这自相纷争 撒旦的国怎么站立得住啊 撒旦很多的作为 排山倒海来攻击上帝的仆人 来败坏神的作为 他们要很团结的 当然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权能 会制止恶者的这些作为 来定他们的罪 但是你怎么可以说 鬼王别西普 他赶鬼呢 大鬼赶小鬼呢 这明明帮子的百姓 清楚知道 这是神的灵 圣灵的同在 他们等待了这个 神的国的降临 是圣灵的感动在赶鬼 居然怎么可以说 是鬼王赶鬼呢 这就是故意的羞辱圣灵 这样子的罪是何等的大 如何得着赦免呢 所以在经文的当中 耶稣面对这样的一个指控 他娓娓道来 也去对百姓的教导 在圣灵的引导当中 让他们清楚认识 当时法利赛人的指控 是错误的 而且也再次的证明 他就是那位要来的 弥赛亚 好的弟兄姐妹 我们再次从这段经文 我们先来思想 我相信有鬼吗 当然有鬼 若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不相信有鬼 我们就是迷信 基督徒在教会里的迷信 在圣经中的迷信 因为你说没有鬼 圣经打开 这么多的鬼 怎么会没有鬼 但是鬼是谁 不是民间中药里面所讲的 人死为鬼 没人败的叫鬼 有人败的叫神 这个是恶者的欺骗 我们要知道 人就是人 各从其类 是圣经中的真理 天使就是天使 人就是人 有时候在教会里面 也会人为 人 人会做天使的 人 英年早逝 他回去到耶稣那里 做天使了 这也是不正确的说法 那我们知道 真的有鬼 但鬼是堕落的天使 他们的头子叫撒旦 而我们基督徒得救了 以前恶者 败坏人 使人犯罪 亚当下外的犯罪 导致人与神的隔绝 但今天 那个撒旦就是要人 去败坏神的作为 让人不要去荣耀他 这是极大的亵渎 那今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把我们这群神的儿女 再次的从罪中转回 因着耶稣的挽回记 我们得救了 基督的内住 也就是圣灵的内住 圣灵是基督的灵 神的灵 内住的结果 我们里面的比外面大 所以基督徒赶鬼是权柄 我们跟别的宗教 所谓的 这个降妖除魔是不一样的 别的法师啊 别的道长啊 他们要看他多少年的修行 多少年的功力 桃花剑 然后鸡血 八卦镜 我们发现他有各样的那种 所谓的法器 但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不是凭借功力啊 我信主多少年 我读了多少遍圣经 成为我的功力啊 我的法力无边啊 或有什么法器 来降妖除魔啊 古时候的还拿那个葫芦啊 去收那些妖怪啊 基督徒的赶鬼 是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的名赶鬼 当然我要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奉主名的赤着那恶鬼的离开 这叫赶鬼 里面的比外面大 不是靠自己的修为 不是靠自己 经历了什么多少的神秘现象 不是的 只要奉主的名赶鬼 恶者就会逃跑 里面的比外面大 我们不是靠圣经来赶鬼 不是拿了十字架来赶鬼 我们不是撒圣水来赶鬼 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 赤着那恶鬼 离开 所以看到了吗 我们跟别的宗教的差别 我们在教会里也不要迷信 认为靠 赶鬼要靠十字架撒圣水 那个也是错误的教导 那另外也不要认为 哎呀我是一个小信徒啊 小弟兄小姐妹 我怎么赶鬼呢 赶鬼是你们牧师做的 长老执事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赶鬼 只要你是得救的基督徒 上帝就赋予我们权柄来赶鬼 而赶鬼也可以说是传福音过程当中必要发生的事 所以当耶稣开始赶鬼的时候就证明神的国领导了 好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荣耀至圣的父神 当耶稣赶鬼 我们看到当时法利善人的污蔑 居然指控耶稣靠着鬼王别西谱赶鬼 主啊也让我们在这事件中 谨言圣行 主我们不以成见来看待周遭的人事物 主啊 耶稣再再证明 他就是那已经来的弥赛亚 主 让我们也看到 在赶鬼的事件当中 基督徒所领受的权柄 里面的比外面大 主 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被分别为圣 主 在我们的周遭 若有一些真实的鬼附的状况 我们祷告 我们宣告主的国的降临 宣告那个人 得自由 主 有时候 我们也难免会陷入到 到底是精神病 或者是鬼附 主 让我们得以查验 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 赶鬼是每一个得救基督徒的权柄 赶鬼不只是恩赐的问题 只有少哪一些人有赶鬼的能力 赶鬼就是奉主的名 来斥责那污鬼的离开 主啊 因为我们里面比外面大 感谢主 那我们在这段经文 有清楚对赶鬼的认知 对鬼的认识 以及我们权柄的得着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